前FR团业员阿沁 她的太太花花 三月份因为涉毒被捕 对此坦言不知情 并且还自轻检验的阿沁 事隔一个月之后首度露面 她说太太因此压力过大 报受 现在状况好转 那么同时呢 她也说 太太即将在五月初回归 担任公益活动的主持人 老婆涉毒遭逮 成绩一个月的阿沁出席公益活动 谈及前阵子老婆的状态 她坦言真的不太好 一度报受到连三十公斤都不到 受到二十九公斤三十公斤 所以就是那时候医生觉得 她这样的话再受下去的话 可能甚至健康会出问题 顶着一头假发在MV中 扮演机器人的 正是阿沁的老婆花花 用行动力挺老公新作品 更暗示自己即将回归 过去花花也曾坦言 自己历经低潮 更罹患厌食症 当时身心状况令外界担忧 如今阿沁出席活动表示 老婆的状况已经好转 也证实她五月就要准备 付出主持公益活动 因为她的她其实口条跟逻辑是非常好的 其实蛮早就定了 去年那时候我们在准备比赛的时候 她就是主持人 那我问她说她没问题 虽然预告老婆即将回归 不过阿沁也相当自责 承认自己过去忽略她的感受 尤其是对心理疾病的不了解 但经过这一次的事件 她坦言自己学到很多 懂得倾听 夫妻俩的关系更加紧密 因为我太太 我开始比较有更多的同理 细节的同理性 自责我觉得一定会有 因为对我来说 我会希望她是快乐跟健康 但她如果心中有一些 自己承担的东西 那我跟她讲 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 或心中有不开心 对 你就直接跟我讲 提起日之前 盼外界再给她一次机会 重新再出发 见综合报道